淡水的屯山社区每到这个时节就是赏莲花的时节 而李长表示今年有新的地主愿意种植莲花 因此今年屯山的莲花可以到达六公顷 而屯山的莲花引大屯吸水来灌溉三到七月 这段时间都是莲花的生长期 但也希望游客来访时可千万要将垃圾带走保持环境的清洁 游客来到淡水屯山社区以往都会看到满满的荷花盛开 不过从前几年开始淡水原本荷花最多的12公顷 到去年只剩下4公顷的面积整整少了三分之一 从103年开始政府为了活化农地取消了一期的收根补助 因此才让种荷花的地主转种其他的作物 不过李长说今年有新的地主愿意种莲花 因此今年屯山的莲花可以达到6公顷 今年屯山里的莲花 一般就是我们三个开始发芽了 我们新的五个催就开始开花了 现在已经六个催了 已经开到一五个了 不过就是现在花剩开到同水的时钟 同色的时钟 现在剩下之后就是有莲蓬 莲蓬的免电器 所以现在反映大家可以来屯山里 可以来看一看 看一些莲蓬 真的台族莲就是架欧苗 开得很漂亮 李长表示原本种莲花当作修根的作物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在修根时 将农地保持水田的状态 让土壤维持养分 将来农地就可以随时复根 而农民可以不再使用杀草剂来除草 堵害土壤 而今年的屯山莲花 从五月份就开始绽放 不少游客都纷纷来报到拍照 当然目前我们屯山里还有六公圈 所以有人在这里看起来感觉 比较爽 但是就是我们找到所在 是都不错 都看得很漂亮 尤其是我们台湾 这个葵水 现在虽然厚年很多天 但是我们葵水也是还很多 所以我们目前来说 这个联会行动了都很好 当然欢迎大家来这里 看会 想会 可以从早上有的天下没空 就开始来去热热 跟联会热 我们这里等着看几十人来 当然欢迎大家来这里看 但是就是要把我们的本所 把我们的本所 可以拿走 吕张表是屯山莲花 引大屯溪水灌溉 三月到七月这段期间 都是莲花的生长期 而以往都会有农民 在这个时候采收莲子 但现在社区人口老化 采的人也都越来越少 因此现在屯山社区的莲花 就纯粹提供民众观赏 也希望游客来访时 可千万别将垃圾留下 保持环境整洁 记者许多人一等学采访报道